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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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包装着满满一叠叠的人民币现钞 一个袋子都装不下 还需要另一个袋子来装 并附上文字 你的努力耕耘 我不介意把手带的空间 全部腾出来给你筛满 我每个包包的都愿意把所有位置 毫无保留留给你 Chris此举引发外界的议论 有网友认为 这是在炫富他已掌管男友的所有收入 但据香港媒体报道 Chris随后发文澄清表示 照片源自朋友所拥有 他只是觉得有趣转发对方的照片和内容 没想到造成如此大的误会 实属抱歉 假的 事实上李隆基曾透露 女友Chris是在美国长大的业余飞机师和艺术家 他们两人是由女友主动联络开始交往 至今已经热恋四年多 虽然这段爷孙恋引来不少人批评 但他们并不在意外界看法 李隆基更透露两人没有代沟 性生活也相当协调 李老师 一路好走 吃好吃贵 吃好吃贵 上次注意到他是 就是爷孙恋 爱情是不分年纪的 我说我要熟 你说吃一点那个叶红素就好了 对啊 因为吃油气就够了 眼神练琳静恩被酸转移产反击 吴宗憲到底昆诚爱情不分年纪 两位愿意从此 执子执手与子偕老 从此呢把对方当作你人生最重要的伴侣 并且至死不渝吗 静恩你愿意吗 我愿意 66岁作词人李昆诚跟林静恩相差40岁的爱恋 被台湾社会关注了十年 4月8号却传出李昆诚因大肠癌末期与台中病逝 林静恩在脸书正是恶号住院满七个月 到最后都得听我碎念 林静恩透露很多住院文件都只能由家属签署 因此动念办理结婚登记 要办手续准备资料的时候 才发现李昆诚早在生病前都准备好结婚证书签好字了 他们2月1号于慈激医院加湖病房 在两位友人 仪式和护理师见证下完婚 遗憾的是李昆诚两个月后依然不敌病魔 而李昆诚的儿子则说 他说很抱歉 什么遗产都没有留给我 我说创造幸福的能力就是你给我的 你已经给我很多了 愿天上的阿爸好好看照阿爸 可以这么平安无事地走过来 非常的奇迹 所以我也很感恩 就是很心里很珍惜 跟他相处的这个缘分 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什么东西被干扰了 或者你受到别人的某种的排斥 有没有后悔过 没有 没有 本来东西就是有事有的 林静恩说 我若没有李昆诚 我人生就没有色彩 我从不后悔爱上他 对于有网友算他年纪轻轻就赚到了遗产 他平静地回应 我跟昆诚相爱这十年来 我不用再封闭我自己 我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每当心中有一万十 就会想起李昆诚生前说的 你是我生命的延续 你是我的天使 我们一开始是好朋友 我知道他对很多事情很好奇 所以我等于是他的百科全书 其实静恩跟我会变成今天交往这么的亲密 是他很渴望一个家 虽然感情生活抢眼 但黑胶教父李昆诚的音乐成就不可埋没 除了当过金曲评审和总召集人 吴宗宪1994年发行的专辑《真心幻觉情》 拿下第六届金曲奖 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 幕后制作人兼企划统筹 就是李昆详 永远送信外的天使 最后我来一条拆情 永远送信你的爱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昆辰老师他很早就帮我写歌词 写了非常多很棒快智人口的歌 那他的美好的音乐 美好的歌词会永远被传送 一般啊这个 打世级的 他们这个帮你写一个歌词 改几个字都要跟你联名或干嘛 他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帮你改 一看哇整段都改掉了 改的又很好 但他又不鞠躬 很感念他 李老师一路好走 吃好食粿 好 吃好食粿 不好意思 李老师有什么 至少七八年前你知道吗 上次注意到他是 就是叶孙脸 爱情是不分年纪的 我就握我要求 你说吃一点那个叶红素就好啦 对啊 嗯 叶红素 哦 因为吃油气就够白酒嘛 我没有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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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